对于联电未来营运财务长兼发言人刘启东说 渴望渐入佳境 而去年本业及业外表现也不差 美股赚了1.01元 今年要配发0.5块钱现金 换算殖利率超过3% 因此也有小股东按赞 我妈妈持有很多年了 长期来说还OK啦 我觉得很不错啦 我都固定在赚钱没有赔过钱 趁着半导体景气大好 联电股东会上也通过私募增资案 并表示绝不会折价发行 规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竞争的因素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私募 能够找到有利的这个合作伙伴 然后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 这里是联电南科厂目前最大的生产基地 正努力开发28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南科目前P5正在做一个装机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未来会是我们一个新工厂的一个主力 我们目前的这个28奈米 在第二季会超过1%的一个营收 那在年底会超过5%的营收 不过比起台积电28奈米已占了营收比重的三成 联电显然还得加把劲 至于14奈米制程 明年上半年将倒入 期盼能与竞争对手拉近距离 记者朱岳英 杨颖哲 新主采访报道 好 这两天股东旺日的重要股 待会并明现在也会跟大家做个说明 今天资券的一个数字 融资增加了2.99亿 融资水位2083亿 融券的一个张数 今天有增加10622张 那这个资券的数字提供给大家 那我们也请宣哥来到我们镜面看一下 我们外资 还有国内重量级的研究机构 看2014的台股 会不会太小儿科了 如果论中短线 大概差不多 2014 2014怎么是中短 半年 对 但是可能 说不定稍嫌保守一点 因为这个目标 大概我们大概是看到7月 7月大概是这个位置 7月就会到 高盛的9800 元大 市场的应该 新出名的 多头指标才9850 对 这个已经过了 对不对 9300垂首可得 那大体上现在大概都是 落在9700 9800 但是这个也是 我看起来是下个月的事 应该是短中线就看得到 对 那如果说论长线 但是问题这个多无意 因为这样的目标 都不会吸引投资人的投入 就是啊 这个行业人就要这样嗨一点 对不对 你看错 你看多看错 你回顾金融海啸后 台股已经走了 涨了5000多点 你会为了区区500点 重出江湖吗 当然不会 所以这样的分析 无法吸引投资人的投入 那个热情跟冲动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要大胆地讲长线 我们回到我那个 刚刚秀的那个月线 月线 好 也是89 有这么巧吗 你是不是故意算的呢 没有 金德奇你自己去算 对 好 同学们要看 我要比 因为这个只能用过去 当他山之死 给各位看 好 你看这两张图 这个是前朝 这是当今 这个将近是20年 你看他前朝怎么走的 当选后崩盘 打一个LW底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任 第二任 当选后再崩盘 崩到10年线 这里就是5255 5255为何是底 它刚好是10393 过来的55个月 第55个月 是55 各位记得 日线有55 周线有55 月线也55 好 55下一个转折 55下一个转折是89 89是55加34 等于89 所以34个月后 会碰到89的转折 没错吧 好 所以这里最少长34 34是哪一根呢 34是这一根 最后长到哪里 长到93 就是它长了38个月 38个月 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金融海啸 9859 投资者看到了 9859 55 然后这样上来 长了38个月 这样这样 38个月 所以那是9859 就是38个月 好 那我们再看 现在 从9859 爆发四季金融海啸以来 不是崩盘吗 打了一个底部 第二任 再打下来 这是第二任 欧债危机 在总统大选前 总统大选后 再到开征正手税 打到6857 这里我们是看好的 为什么看好 因为它很巧 它刚好是9859 过来的55个月 第55个月 那第55个月 理论上不是下一个转折 不是89 89在哪里 我帮各位算好了 89在这里 所以从6857 开征正手税之后 我们一路看好 最少会到89 就是前高的89 我们一路看好到哪里 89在哪里 明年3月 在明年3月 那事实上 它不是涨34 它是涨38 如果它是涨38 那就是 如果跟前面一样 那就应该到明年年中 就是明年7月 好 那我们把它消掉 很吊诡的事情来了 这个月线图 这个不要 这样投资人 就会看得清楚了 我把它量过 10393的最高点 跟9859 投资人看到了 这是过去两次的高点 10393到9859的这个距离 我把它画相等 从9859过来相等在这里 这里就刚好是明年7月 这两个是相等的 再会到明年7月 第二 这是9859对不对 当基准点 9859第一次的高档 不是到9220吗 投资人你可以量 9859到9220的距离 的距离到9220 到现在是6月 到6月 这两个距离是相等的 OK 这两个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月过9220是约好的 这样可以这样 我们刚私底下跟碧莉就说 那时候你在讲 9220那时候我们都晕船了 就觉得不可能 对我们在吹牛 吹到这么 这个我这样说 9859到9220的距离 跟9220到现在6月的距离 是相等的 投资人可以量量看 那我再讲第三个 第三个是9220到7050 刚好跌21个月 9220到7050 这里画一条线 到现在6月的位置 这两个又是相等的 那各位就知道 7050这一波涨 7050到现在 到这个月刚好跌20个月 这20个月它涨的时间 刚好是什么呢 刚好是9220过来的 二分之一 是9859过来的四分之一 是10393过来的八分之一 你知道这张图 我这样切 然后我这里再切成一半 这里再切成一半 那约好了6月份过9220 等距哦 我们是这样推理的 好 都把它削掉 现在我们要的是这个 就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要 这一个55 这一个55 落底开始涨 它是从这里 5255涨到 9859 5255涨到 9859 这里是6857 6857 你自己算比例 你可以算比例 我这一边 我只能跟它拉 相同的上升角度 你看它跌的时候 马政府的这个跌势 比前朝跌的缓和 有没有 同样的时间 这里是重跌的 我这个是拉平的 那拉平会有 就是我的空头的走势 是比较平滑 代表什么 我这里上涨的时候 我会过高 因为我跌势是缓的 那我上来 我只要跟前面 这一波角度一样 我这样把它拉上去 这样把它拉上去 然后我跟时间 89的时间 跟这里的交叉 会在这里 各位知道 我很庆幸 这个荧幕画不够画 对 因为这张荧幕的极限 极限就是10393 对不对 OK 所以你这样把它推起来 跟宣哥一样高 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如果我要仔细地对比说 那六月份到底是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位置 如果以我这样推延的时间 就在这个地方 你往后看 这里 就大概还有一年多的上涨时间 跟这个空间 好 如果这样 投资料 谋权插涨 现在说 嘿 我好好的在这里 进来大省伸手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这里到这里 已经过了5000点了 那后面 后面 那我讲过了 这个底部的测量满足点 9557 答正 这个底部 这个是7135 这个底部的测量满足点 好像9045 也答正 这个9859 不是 这里是9557 这两个答正 现在我要讲的 这一个测量满足点 12835 这一个921831 在前面这两个空间的测量满足点 统统达正 那这两个 一个11831 一个12835 是不是也一样要答正 好 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这详细的内容 在上一期 《非凡商业周刊》当中 都有跟大家做个勾勒 如果你要切八块 你也可以试试看 直接的关系 很精彩的圣哥 这个很玄 很玄 你觉得他的时间的巧合 空间的那个情况 跟那个切割 其实甚至近期 有很多个学术单位 而且是在国际知名的 学术单位 也在跟圣哥切磋 这种时间的转折 对 这个 宇宙密码 我们希望慢慢能够 获得这个世界的认同 它确实是一个 我们有更进一步的 神秘的好东西 OK 所以我们国际市场的观众朋友 很幸福 不用这些学术单位 现在才开始摩拳擦掌 脑力激荡在研究 而且都听了几十年了 我们都有欲望了 好 下阶段回来 宾宇先跟大家做个预告好吗 对 从五月云收当中来看的话 有两个族群 它们出现了爆炸性的成长 待会跟大家分享 OK 到底有什么爆炸性的成长 待会来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缩机日本制造 连续12年最高荣誉白金奖 连续25年鲤匠笔牌第一名 日历变频冷气 销售第一 你家很干净吗 还好 杯底都洗到了 还好 但有个地方特别容易脏 怎么这么干净 我们家的Toto有水龙卷 顺着圆弧搭配龙卷水流全面重洗 表面光滑 不沾污 还省下63%的水 不可能 一定有死角 你看我的脸 有死角吗 Toto水龙卷马桶 边境无死角 马桶新指标 现在快上网搜寻水龙卷 无时无刻 我都能享受自在 Bu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suddenly realize How much you need to know My darling I享受 城市买豆 台皮小 买啤酒 The age of the Transformers is over Oh my god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involved with here Help me We're safe on our own and we're safe with them 变形金刚4 掘机重生 6月25日震撼登场 塑胶瓶怎么可以冲热水 安心 这是太和工坊 TR55随手瓶 才要瑞士科技元素制成 耐高温和安全 喝喝看 好喝 太和工坊 TR55随手瓶 太合我意了 还有日本316不锈钢制成的保温瓶 安全更贴心 坚持做最好的糊 豆浆正在改变世界的早餐 统一阳光黄金豆豆浆 用植物性蛋白质 创造出优质世界的新能量 统一阳光黄金豆豆浆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到底呢 从5月份的营收 可以看出哪两个族群 具备爆炸性的演出 对 讲到这两个族群 讲到5月份营收之前 我们先来看几张字卡 首先来看到 易通这一档股票 它的营收走势图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画面上所出现的 这一个是易通这一档股票 它的营收走势 那就整个营收的一个走势 趋势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好 它整个的趋势 是相当明确的 现在画面上 这个红色的是它的股价 线图 每一根一根的 这个橘色线的话 柱状图 对 过去这两年以来 每个月的营收 那你会发现到什么呢 去年的时候 比如说像去年1月份 2月份的时候 这个易通的营收 不过是1亿出 主要的数字而已 1.2亿 但是到了5月份 你看到 它的营收已经来到哪里 已经来到4.6亿的一个水准 足足成长了几倍 将近快要3倍以上的一个幅度 这个是易通 那看到什么呢 新日光 再看到新日光 它的营收走势图 也是同样的道理 去年年初的时候 新日光的营收不到10亿 大概只有8亿左右的数字而已 但是到了现阶段来看的话 已经来到哪里 26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准 5月份营收 那甚至像是在硕核这个部分 去看到硕核 去年同样年初的时候呢 这个营收走势啊 大概只有3.8亿 左右的数字 可是来到了5月份的话呢 营收已经来到哪里 7.4亿 这左右的水准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什么 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些啊 都是太阳能这个族群的一个个股 那另外的话 比如像金电也是一样 看到金电它的营收走势 去年年初的时候也还在跌点 可是到了今年来看 已经连续1.2.3.4 4个月呈现非常明显成长的一个态势 那金电是如此 易光也同样是如此 看到易光的一个营收走势图 也是连续3个月都呈现上扬的一个走势 那甚至像是光宏也是一样 看到光宏它的营收走势图 也是一样 1.2.3.4 今年以来连续性 越越都呈现成长的一个态势 刚才讲到的这三档股票 都是LED的一个个股 也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我们常在看财报的时候 很多的分析同业 或者是说很多的投资朋友 专注到的事情 往往是说 这个月它的营收 有没有创下历史新高 成长性是多少 只专注在于那一个月的表现 但是我认为说 我们在看财报 甚至看营收的时候 你更应该注意到的事情是什么 那个趋势 营收它变动的趋势是逐格 而不是只有单一个月的变化 因为这个月 单一个月创下新高的水位 或许代表说 这个月它接到大单 下个月搞不好就没了 可是 比如像刚才讲到的太阳能族群 比如像现阶段讲到的LED族群 它就会呈现越越高 越越高 越越高 非常明显的趋势 那就代表说 它这家公司 是长期的在呈现成长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说 看营收 不单只是要看它单月的成长率 而是要看它近几个月以来 有没有呈现成长的趋势 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族群性 假设一个族群当中 比如我说像是在LED当中 假设只有经电好 那可能只是它单一公司 营运特别了得 所以公司呈现成长 但是如果经电也好 易光也好 光孔也好 这个其他的LED个股 都是呈现相同的态势 那就代表什么 是产业的复苏 所以如果就整个 五月份营收的态势上面来看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什么 两大的族群 它呈现这样的走势 第一个营收越越增 第二个族群开始复苏 那也就是太阳人 以及在LED这个区块 更何况像这两大的族群 有很多的股票都开始出现那些大单 回补买进股票的一个迹象 比如我说像是4956的一个光虹 光虹它在做什么呢 我们先看到字卡的部分 光虹它是在做LED的 而且重点在于说 它是专注在做高功率的照明LED 照明用的LED 这个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开始 2014年开始 美国市场它要逐步的禁用白智灯 这样的道理就好像是 先前我们在讲说汽车概念股 欧美市场强制要装胎压侦测器 或倒车雷达一样 那胎压侦测器跟这个倒车雷达 这些零组件的车用个股来讲 那等于是躺着也有生意好做 那所以说像现阶段 美国开始禁用 从低功率开始到高功率的白智灯 那要钛换成LED的产品 那这个光虹它只专注在做 照明用的LED 当然是会蒙受其会 那再来的话呢 它的经营是相当稳定 近五年的EPS都非常的一个稳定 漂亮都是获利的状态 那营收这个部分 像刚才讲到的 连四个月开始冲高 这个都是光虹它近期 特别新我注意的地方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回到上一页 光虹它是可成的子公司 为什么我说这特别重要呢 可成这家公司 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的时间 我想应该是不止一次 跟投资朋友有报告过它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注意到可成呢 除了它的营收 营运持续增长之外 重点是在于筹码上面 出现一些异象 什么的异象 这张图表跟刚才的一样 上面是可成 过去一年以来 这个股价的K线图 下面是我去统计了 台南地区的券商 它买卖超可成 所呈现出来的样貌 你会发现到什么 前年的年底 可成一路往下跌 跌到一百多块 这附近打底的过程当中 台南地区的券商 不约而同的 连续三次的出现 大买的一个情况 而自此之后 近一年来 可成的股价 从原本不到150块 足足挡到现阶段 快要到300块 将近快要一倍 那我们去看看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哪些台南的券商 在买进可成呢 去看一下 主要有哪些 比如像赵峰的北高雄 还有什么 群立金顶的台南 凯基的南台 这个分公司 赵峰金的台南 往下一页 还包含像是在 这个低金的台南 元大宝来的赤坎 等等之类的券商 你看分别买超的幅度 都很多 那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台南 因为可成 他的公司就在台南 那我们再去仔细 去比对一下 现阶段的 这个可成的子公司 光虹 他买超券商的情况 这个是现阶段的光虹 他买超券商的情况 你会发现到什么 跟刚才有重复的 第一个 元大宝来的赤坎 就买超了他多少 1300张 凯基的台南 当时的大华 买超了多少 780张 甚至看到下一页 这个部分 谁 赵峰的北高雄 也同样有买进他 如果我们再切换回去 上一页 刚才可成买超券商 那一个部分的话 你就发现到什么 赵峰的北高雄 对不对 凯基的台南 当时当然是大华证券 现在合并掉了 还有下一页 什么呢 这个元大宝来的 四坎分公司 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我们再把它 换到那个图表上面去看 这个光虹 他的骨架K线图 这是现阶段光虹的骨架K线图 这是刚才买超的那些台南的券商 你会发现什么 当初在买超可成的那些券商 在近期来讲 不约而同 又开始在买超光虹 也就是可成的子公司 所以这也是特别引发 我注意到的地方 也就代表说光虹 也的确除了业绩成长之外 在于筹码面券商进出表 上面来看的话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 这个股票回捕的迹象产生 所以不只是像光虹产生 像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在太阳能产业当中 也是一样 比如像是这个3019的佳金 就看佳金的营收走势图 是不是越来越往上增长 那就他的股权分散表 上面来看的话 也是一样 就看到他的股权分散表 这个1000张以上的大股东 近几个月持续的增长当中 比重持续增长 但是10张以下的散户 它却呈现一个什么 比重下降的格局 意思就是大股东 大户在买进 散户在卖出 所以像是家经呈现这样的样貌 你就可以想见说 好 在太阳能产业当中 也的确是开始产生 一些复苏的味道了 OK 好 提供给大家 原来真的在营收上面 已经说话了 对 那过去在LED当中 大家都要听谁 为马首是瞻呢 我想这个叶颖夫 叶董事长 真的 他每次也就像 这个水晶球一样 要告诉大家未来 但他今天也说 的确产业的变化 真的 你看他已经是在 产业当中 都觉得那种 预估事件很难的事情 对 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来讲 LED在去年年中 那一段曾经有走了一波 当时也是同样的迹象 所有的公司营收 一统的成长 可是到了年底的那一段期间 似乎有些停滞的现象产生 包含到了整个营收数字的话 也曾经打水平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 又另外一波又开始来了 所以你去看最近来讲 LED族群的个股 最近开始慢慢增温了 对不对 这个是LED的一个指数 也慢慢开始增温上来了 所以真的站在巨人肩膀 来听这些老板们谈话 当然不是什么春江水暖压先知 当然也是 但他说变化很大 但是可以逐月 甚至一记好 就经营而言 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们也透过新闻来听听看 叶董事长怎么说 LED目前的景气状况是 应该一个月比一个月来得好 那会好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是 这产业变化实在太快了 基本上是今年是整个LED产业都非常好 LED大厂异光股东会 董事长叶盈夫对于产业景气保持乐观 预期背光很照明第三季的营运会优于第二季 还有去年同期的表现 因为异光在突破专利障碍之后 白光出货明显成长 而车用市场也成为未来重点发展 LED未来在一个最大市场是汽车上面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目标数长 虽然现在在营业比重还不高 目前的占比还在4%以下 那我们希望的占比是能够两位数的占比 一光表示目前已经把产品送样给世界一级畅商 为了目标是将占营收达到两位数字 叶盈夫也松口谈起近来争论不休的22K议题 他表示一光除了作业员 99%的员工都可以领到30K以上的薪水 呼吁年轻人在学生时代就要提升竞争力 我认为22K不是业界里面 产业雇主的因素来参加22K 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去检讨一下 你是不是被归类22K的那一类人 一方面鼓励年轻人 另一方面叶盈夫希望政府能够开课说明 经济议题 因为就连叶盈夫也不懂什么是自禁区 我没有看的话 我也不了解 就像虎貌我完全都不了解 我都不行 就要马正午在大街开几个课程 另外谈到近期科技界最夯的物联网 叶盈夫则没那么乐观 任何LED智慧照明等终端产品 都还在样品的阶段 最快也要一年之后才会慢慢普及 扩展速度仍然有待观察 记者林思雨 万俊良 新北市报道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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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